在議事規則裏 都會出現 因為關乎整個程序的問題 譬如將一件事 將一個議案表決 以前的逆法可能有投票 投票這是錯誤的概念 是表明的立場 各人都要表明自己的立場 用意作為一個決定的準則 所謂叫做表決 表決是正確的名詞 我用了表決 有些詞譬如propose the question question的字也有問題 question不是一個問題 那是一個議題 是代決的議題 代議的議題 所以當主席說 I now propose the question to you 就是我現在向大家提出的代議議題 propose的字是說 我交給大家討論 代議議題 好 到辯論完畢之後 主席說 I now put the question to you p-u-t put的字就變成了 現在我將議題付諸表決 都是說propose the question put the question 但事實上就是propose the question 你要將它說 建議我提議一個議題 那是完全沒有意思的 那是完全沒有意思的 應該就是你將說出了這個主席 用這句這樣的詞 《議事規則》裡面寫了一個這樣的詞 propose the question put the question 他在說什麼呢 propose the question 是容易給大家討論的 若果有些是不容討論的話 都仍然需要propose the question 一個代議議題 現立即付諸表決 這是不容辯論的情況下 就變成 I propose and put the question to you 這些翻譯 你覺得是小意思 但事實上是 你強行強生地討論的話 可能是失去原本的意思而已 去到某個階段的時候 應該怎樣呢 應該就是 有人提出一個議案 他要正式動議才行 我在1966年通過了中文文本 以前是譯本 我本來 到了1965至1996年的一年之間 我們做了一個翻譯工作 重新翻譯工作 1996年的大概是6月 或者7月左右 在會期差不多結尾的時候 通過了 成為了真確的文本 我便在1996至1997年 就是用中文主持會議 是的 我們要來的 出現 我們要來的 要來的 感谢观看